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休息 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听说今天晚上子伦伦出事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行 那一会儿我给子刚打个电话 我再问问她 需要帮忙的话就来叫我 好 早点休息吧 本身阁下已经死了 A01也被巡捕房拿走了 这件事一旦捅破 江桂对我们很不利啊 我可以去巡捕房 把A01拿回来 一定要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我知道 但是记者那边怎么办 这个我来解决 你赶紧去巡捕房吧 好 来吧 原来 止 F 喂 找刘兆麟听电话 你谁啊 不用问我是谁 找刘兆麟听电话 我知道他在 我就刘兆麟 你谁 我是东山龙盛 什么事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你们诬陷我女儿 还有脸求我帮忙 你不用太激动 只要你肯帮我们的忙 我可以担保你的女儿 安然不恙 我凭什么信他呢 我们既然有能力 宣判你女儿的死刑 也一样有能力 能救她出来 前提就是 你必须和我们合作 只要能救我女儿 做什么都行 处长 这枪怎么处理 日本人的罪证 收起来 好 拿去政务室所好 一定要看好吗 您不能离开办公室 我告诉你 我还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你再敢拦着我 我搁你的支 你是不是 我AH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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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今天怎么能见到两个黑衣啊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目无法机 横行霸道 这两个人我早晚都要抓住 你也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至少有一个黑衣 帮我们揭穿了日本人的阴谋 对 明天报纸一出来啊 看看这些小鬼子怎么收场 收不收场是无所谓啊 至少能证明紫言是无辜的 你们太天真了 爸 你们真以为依靠紫谓报社 揭露了真相就可以救紫言吗 为什么不行啊 明天日本人的阴谋就会公布于众了 紫言应该没事了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既然日本人能用精神药物控制住紫言 那么他们肯定一口咬定 黑衣的同伙 用相同的药物控制那个死去的日本人 你们所谓的证据 只是一个死人的一面之词 那是没有用的 刘叔叔 除了证词以外 我们还有一把狙击枪 可以做一下弹道分析吗 不好了 不好了 报社长 那把狙击枪逼人抢走了 什么 抢走了 日本人也太嚣张了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 人的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刘叔叔 那您有什么对策吗 我去找公务局的日本董事 跟他谈判 帮他们把今晚的事情压下去 不让新闻界报道此事 然后以此为条件 让他们放过紫言 你确定他们会答应吗 他们肯定不想把事情当大 他们一定会答应 爸 要不是为了紫言 我绝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 所以啊 现在重要的是紫言的性命 命都保不住了 拿什么跟他们拼 刘叔叔 你说得特别对 咱们现在啊 先忍一忍 等救出紫言了 以后总有机会 收拾这些日本人 船长 稿和照片都出来了 马上拿去印刷厂 重新拍板 天亮之前 一定要把报纸印出来 好的 你们要干什么 租界有命令 今天晚上在紫罗兰发生的事情 一律不许报道 为什么 你别问我为什么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所有的报社我都已经讲了 没有人可以报道这件事情 你们这是隐瞒新闻内容 新闻的内容 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发布 今晚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是瞒不住的 谣言我管不了 我也不想管 这是寻补房拟定的新闻稿 明天你只能发这个 走 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眼睁睁睁看着他们跑了 你说我心里这个恨呢 现在租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看来他们打过来 是迟早的事 开战也好 还能打个痛快 总比让他们骑在头上强 子言怎么样 子言刚刚回家 他意识恢复了吗 他只记得我们 之前的很多事他都不记得了 医生说 这是大脑神经受到药物伤害 导致的失忆 你说他还能恢复 失忆这种病症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也许有一天 他会突然恢复记忆 也有可能 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想见他 好 女儿啊 这一张 女儿 你记得吗 这是 你十五岁那年 我带你去香港玩 想起来了吗 没关系 再慢慢来 总会想起来的 进来 刘叔叔 自言 我是豹马中吗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要带你去捉螃蟹 上手掏鸟窝 有印象吗 你走 阿姐 怎么样 紫告 先起来 他们都在紫妍房间 你等我把他们引开 你再进去 好 爸 爸 紫妍怎么样 紫妍 紫妍 爸 有件事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 咱们出去说吧 好 妍儿啊 自己慢慢看 啊 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愿 你不是认识我了 我是唐玉琪 我是阿锦哪 阿锦 你还记得我 怎么又哭了 那天 出病的时候 你就哭了 我都快晕过去 你妈还有你妹妹 哭得也很凶 那是我爸出病的日子 那年你八岁 子愿 是 要是再这样下去 租界肯定会被日本人完全控制 所以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应对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 我就是还没想出来 所以就想请你们一块商量一下 对不起 我去下洗手间 去吧 那个 我跟你一块去 你懂不懂李叔 客人请去 子刚 好 来 你坐 我去的黑衣 一本鬼子不许欺负我们中国人 你过来 我 你过来 姑娘 放开 放开 那天她救了我 后来你还办过黑衣呢 你记得吗 你跟我说过 小时候黑衣救过你 自从那一次以后 你就希望自己能够变成黑衣一样 做一个行侠张义的人 不记得吗 不记得吗 子言 唐玉姐 是谁让你进来的 我 只是想看看子言 有懂事的话你忘记了吗 出去 自己 子言 那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难道你让刘董事亲自请你出去吗 有时可以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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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带你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雨河离她远点 我会保护你的 双咖啡 飞了 性格 成果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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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黑衣 黑衣 子彦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我太想让你早一点回复记忆了 看来黑衣在你心里真的很重要 黑衣 谢谢你救我 可你为什么要走啊 女儿啊 女儿啊 我怎么听着有人说话的声音呢 嗨 睡觉不是冠窗 师父不走了 早点休息 阿云 金老师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看冒纸呢 报纸上有什么大新闻吗 有啊 新闻头版说黑衣另有其人 你的子彦姐姐已经释放了 开心吧 这件事情啊 我已经听我哥说了 金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觉得黑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个大英雄 我很崇拜他 如果让我见到他的话 我就此生无憾了 你笑什么 金老师 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 你一定不能说出去 什么秘密 其实 其实 黑衣就在我们家 你才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以前的黑衣啊 是我爸爸 现在的黑衣 是我哥 你都看见了吗 当然了 我爸以前从来不瞒我们的 只不过 我哥哥办黑衣的事情 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那天 莎莎姐也在 是她跟我说千万不能输出去的 所以 你也一定要保密 啊 金老师 你去哪儿 他 我又要不要 就不去哪儿 你fr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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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枪械和大炮的民族 真的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 保护会长 会长 哥 哥 你怎么了 这是谁给你的 我说了 是金老师给我的 阿玉 这张不是秦谱 不是秦谱 阿玉 你好好想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拿错了 金老师给我秦谱那天 他说他要去找紫颜姐 我不放心就偷偷地跟着去了 后来在半路上我摔了一跤把秦谱弄丢了 最后在附近发现了这个 我以为是秦谱就把他带回来了 那当时金老师人在哪儿 他就在附近啊 我差点迷了路 是他把我带回来的 继续担心 不要听了 阿玉 阿玉 你现在带着阿玉马上离开这儿 没有我的兄弟 不小心暂时不要回来 出什么事唐医生 什么都别问 阿玉 跟翘尔帮姐姐走 去哪儿啊 用什么拿着东西 什么都不用拿 快走 快 对 青郎 黑衣 你处心积虑 在我家里这么长时间 是为什么 十六年前 是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父亲 除掉黑衣 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唯一一动力 你认为十六年以后的今天 你能杀了黑衣吗 那就看看 我们今天谁可以活着离开吧 我们喜欢老朵 如果你愿意 我们换个地方 明天上午八点 永圣仓库等你 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金老师 金老师 哥 唐医生 哥 你们怎么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永生仓库 对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医生 九九 你一定要把我黑美的眼睛治好啊 他的视网膜已经脱落啊 恐怕很难在遇啊 还有 他受了很大的刺激 精神状况非常糟糕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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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别害怕 医生一定会把你的眼睛追好的 唐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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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去决斗吗 不用担心我 不去行吗 人生在世嘛 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没回事 来 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尔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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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等你回来 放心吧 我会活着回来的 金宇辰就是青狼 我真的是隐狼入室了 怪不得 我们多次行动 都被日本人提早知道了 老丁 你赶快通知这个名单山还活着的人 让他们暂时离开山海 我已经通知了鲍曼春 他会在护送瓦道等你们 好吧 那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吧 不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保护我的家人 我还会把他们安全地送去南京 谢谢你 你辛苦了 阿锦怎么没来啊 他说还有事情要做 这刘子言都已经放出来了 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大小姐 大小姐 船到了 好 来 大家上船吧 跟位 前进吧 好 去吧 走 你吃到了 不是我知道了 是你来走的 玉成啊 对了 你应该不叫金玉成 我能知道你的真名吗 钢苍阴棋 钢苍阴棋 钢苍 钢苍阴棋 在我心里 你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兄弟 还有可能 是我未来的妹夫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你是个日本人 我的枪口只会对准敌人 你是日本的一流狙击手 前一段时间 我把我父亲 写的那本射道也已经给你看过了 对于你来说 现在应该是如虎添翼 好吧 射道上说过 好枪手 必须要有好身手 我们先把手上的枪 暂时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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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